111年1月1号 福气教会在高雄左营三帖 共购地标 3000平方公尺的新唐基地上 留下空拍会众所组成的 BBC画面 而这正是福气教会 Blessed and Blessing Church的缩写 当天并举行新唐动土典礼 现场聚集600多人 上帝给我们这新的会堂 尤其在这么一个 关键的一个地点 我相信我们在整个 国度的服饰的里面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 发挥的空间 那我想这个地方 也可以成为将来 推动幸福小组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福气教会多年来 领受幸福小组的策略 让教会快速成长 此次动土典礼 在主任牧师杨锡儒 建堂弟兄牧者们 以及学生代表们 一起起敲三场后 完成动土仪式 未来的新会堂将以运动 休闲中心的形式现身 预计在两年内完工 让教会与社区完全结合 打破传统模式 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 接地气会堂 非常的兴奋 因为已经等了三年了 在1月1号的这个时候 我们参与这个动土的 整个仪式都让我们很感动 期待在新的会堂里面 不只是可以有更多人受喜 然后也可以有更多人 是可以在这个家里面 就是得着帮助 运动中心是一个命题 但是它其实是可以办很多社区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个附近 大概有将近30万的居民 那么我相信这个地方 可以将来成为我们服务更多的 这些高雄的居民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福气教会未来将透过新会堂 提供休闲运动娱乐 接触更多各行各业的人 让信仰生活化的活出来 在社区中传递福音的好消息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高雄采访报道